可以看到海陸景现在都是发布当中 那过去这段时间 它的速度比较慢 强度持续的增强 未来可以看到 当它接近在台湾地区 甚至登陆的时候 很可能就是它强度最强 达到个巅峰的时刻 目前是个中度台风 在位置的部分呢 是在俄罗比的东南方 大约250公里海面上 速度很慢 9公里缓步走 向西北溪的方向来行进 那么跟昨天不太一样的是呢 可以看到它的路径再往西修 也就是什么 当它再往西修的时候 对整个南台湾的影响 就会更加的严重 所以特别提醒 在南台湾的民众要多加留意 现在在近中心的最大风速 每秒来到45公尺 相当于14级风 瞬间的最大阵风呢 每秒55公尺 相当于15级风 而且强度还在增加 7级风的暴风半径 已经来到200公里了 10级风的暴风半径 是70公里 我们特别也提醒了 在这个海陆景都发布了 哪些地方特别的警戒 先来看到路上台风警报的范围 包含了台东 屏东还有恒春半岛 那么在海上警报的范围 是台湾的海峡南部 以及东南部海面 以及巴士海峡 以及东沙岛 好在海上的作业 那事实上在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周边 其实呢 沿海风浪都已经开始 逐渐有长浪出现了 那在这个路径的部分 当它往西来走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 南部的威胁就会更大 接下来看到下一张图卡 你可以看到 跟过去来讲这个路径 竟是稍稍的向西来修 也就是说原本觉得出路 甚至不排除 现在可能从南部地区来登陆 再往上来移动 那么未来这个时间点 就很关键了 也因为它缓步的走 原先预期最靠近 是周二到周三两天的时间 但是现在看起来 恐怕的影响时间会拉长 也就从周二周三 一直到周四的上半天 都会影响 所以也要提醒大家 在接下来今天开始 有一些风雨出现 接下来影响最剧烈 就会在明后天 以及大后天的上半天 接下来看到 特别在这个目前 整个雷达的情形 好这个雨势的部分 在南北 以及在这个东西两边 不太一样 好当这个云层带进来的时候 开始在今天 像是在花莲以南地区 还有南台湾地区 开始有这个风雨 一阵一阵 但反倒是西北部地区呢 甚至北台湾地区 会觉得天气还没有那么明显 主要是每个地方的影响时间点会不太一样 但是要留意的是 豪雨特报目前已经发布了 好我们来看到在豪雨特报 包含了今天哪几个地区 特别留意呢 在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 您可以看到 目前包含了在花莲啦 台东还有恒春半岛 都已经有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至于在局部大雨的部分 包含了基隆北海恩地区 东北部地区 大台北还有桃园高平山区 都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 所以这几个地区呢 这个雨势将会慢慢的出现 那么接下来再来看到下张图卡 我们要提醒大家 每个时间点不太一样哦 在周一的时候开始来看到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那么沿海的风浪开始变大了 特别是东半部 你可以看到风雨的情形 会越来越明显 那么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刻 就是周三还有呢 在这个周二这两天 二跟三好这个时候就是受到台风的影响了 所以当它在接近甚至直接 影响到台湾地区的时候 特别南部地区的这个雨势 会更为的明显 好到了周四呢 上半天因为它走得比较慢 加上呢在这个路径时候向西偏 所以到周四还是要留意 整个西半部地区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另外在北部地区 宜兰地区还有马祖地区 也是要留意到周四上半天 还会持续的影响 所以在今天看到特别是高雄 屏东台东这三个地区 就会台风呢 当它直接影响的时候是个热区 那么另外在风力的部分 包含了蓝与绿岛 会有10到12级的强震风 恒春半岛也有9到10级的强震风 另外在新竹以北 以及东南部沿海空旺地区 甚至澎湖金门马祖 都有8到9级的强震风 在这个时候呢 随着台风的靠近 接下来的影响时间点 每个地方影响时间点不太一样 但是留意周二周三两天 是影响最距 会延长到周四这段时间 那么接下来特别提醒大家了 这个台风 在山陀的海陆景 目前都是发布的 放慢走增强走偏西来走 对我们的影响是比较不利的 那么周二周三到周四清晨影响之下 各个地区到严防 恐怕会有强风好雨的出现 但也要请您持续锁定中天气象站 把时间交上给佩姐 好中台山陀而海陆景齐发 那么宜兰南方澳渔港的渔民 担心台风天风太大 没有办法出港一起来听 目前暴风圈进到了南方近海 未来还会有增强的空间 那气象鼠预测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间 会落在周二到周四的上半天 对我们来说是影响最明显的时候 好现在台风还没有登陆 不过花莲已经有灾情了 台九县惠德隧道 有土石流的状况 有八车十四人受困 另外在铁路方面 崇德到河仁路段 西正线遭土石流掩埋 那么东正线采取预警性的封锁 更多的情况我们交给记者请振兴 是的 主播画面可以看到台九县 花莲秀林乡惠德隧道 在清晨时间传出土石流 导致隧道南北出口都堵塞 初不了解一共有八辆车 十四个人受困在隧道中 酌性没有人员传出伤亡 目前有两大台车 倒退到惠德北口回转后 到河仁管制站等候 不过因为考量到风雨加剧 苏黄路郎苏澳到崇德 还有台九丁苏澳到河仁路段 会实施预警性封闭指出不进 中午十二点会封闭道路 后续会是台风情况 例行公布恢复通行时间 再来看到花莲县玉里镇 台九县附着公路 轮天大桥变道 因为大水满意无法通行 因此在早上六点半的时候 竹田派出所远景和村长 一起封锁铁门 管制人车禁止通行 另外苏花公路 因为昨天下起强阵雨 导致崇德道河仁区段 发生土石流 铁路中段 目前西正线遭土石流掩埋 而东正线未确保安全 及时期采取防御性封锁 该区间的列车暂时停驶 9月30日6点55分 公路受土石流影响 铁路预警性封锁 公路段目前现在 现场查修中 看现场的土石流状况 如果有改善的话 我们会立即行驶 除此之外 今天早上也是有不少旅客 在花莲车站等待搭车 时刻表上往树林 新自强号还有泰鲁隔号显示是开车未定 因此有部分旅客受到影响 8点01分 那现在停驶 没有停驶 没有停驶 就是第一线的要先去看路 看路看也没有 就是看也没有通 如果通的话 这边才开始采放这样 对 OK 所以本来是打算去哪里 我们要回嘉义 回嘉义 对对对 OK 那所以就是知道台风要进来的消息 对 对 所以也是刚好赶着回嘉义去就对了 OK 好所以现在打算就是继续等吗 对 等到如果停死的话 我们再去回家 像是花莲的最新状况 现场交还给主播 好现在呢 虽然说台风还没有接触到 我们台湾本岛的陆地 但是它外围环流 带来的间歇性雨势 也让台铁重得到和人路段 做了预先防范图石流而封闭的动作 那么让台东车站部分的旅客也受到了影响 好主播各位观众 今天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在台东车站的购物票大厅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 虽然说山陀而台风还在缓步前进 整个暴风半径预计在下午的时候 才会接触到台湾的本岛陆地 但是目前在台东车站呢 已经慢慢有一些这个旅客呢 是要来做搭乘铁路交通 但是目前铁路交通 已经稍微受到山陀而台风的一个影响 在重得到和人之间呢 目前是预防性的 先暂时封闭的一个状况 那对旅客到底有没有造成一些影响呢 那我们透过镜头来带您了解 目前在现场的旅客 是不是已经来受到影响了 那大概我们先问一下 这一次的这个铁路交通 在重得到和人之间 是有受到这个预警性的 先封闭了免得有土石流 是不是对您来说 已经有造成一些影响 对 这个是造成我们台东人 在往台北的话是非常的方便 当然是铁路局做一方性的防治的话 我们是很高兴 但是就是在整个中央政府里面 对我们台东的交通 还是要重视一点 不然的话 事实上造成我们太多的困扰了 目前来说 你今天本来要到台北 那整个行程是不是 会往后耽搁到多少的时间 或者是 或者有没有一些金钱上的损失这样子 因为我们 我今天是准备是到台北开会 那结果因为 只要交通不方便造成我们 就没办法 就必须要请假了 所以我们希望政府 还是多重视一下台东跟华联一下 好 那目前在铁路交通也受到了影响 在台铁的重德到和人路段 目前是预防性的封闭 而在台铁的西正线56k加950处 是土石覆盖有20公尺 而东正线的56k加940处 是有土石覆盖10公尺 也都是造成铁路目前暂时中断的部分 也让很多的本来是预计北上 但是现在变成说要用南下的方式 透过南回铁路来回到他们原本的家 或者是原本的工作岗位上 都会造成一些不便 所以请大家目前暂时在重德到和人之间 是有受到一些影响的 目前铁路局也说暂时有些的 这个班次是只行驶到花莲 所以如果说您今天上半天 是要透过铁路交通来做这个北返的话 也一定要先做好这个确认 不管是在官网上面 或者是打电话到台东车站来做确认 才能不会影响到您原本的行程 那以上就是一个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我们先将时间镜头交还给Pony主播 而目前各国的路径都预测 它可能会从屏东来登陆 那跟过去2004年闽都立台风 还有2014年的凤凰台风有点相似 那当时暴雨也造成不小的灾情 这个气象粉砖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辑 以达台湾的时候会是接近 可能是中度台风的上限 甚至非常接近强烈台风的规模 那目前预测路径呢 绕过恒春以南之后 会开始大角度转向 慢速朝着台湾西南方向来前进 有机会以巅峰之姿 登陆屏东东港到恒春之间 所以呢 以这个目前的走势来看 少了中央山脉的保护 台风会直接的侵袭 加上它的速度非常的慢 所以对高频地区来说 威胁非常剧烈 那如果台风越晚转向 登陆地点就会往北来移动 会对南部造成更大的威胁 至于北部宜花东呢 强风大雨也是少不了的 同时要注意共办效应 中部地区也要是台风路径而定 那看到呢 现在到底有没有机会来放台风架 好的确有可能在明后两天 有旺放台风架的 那昨天呢已经有很多人 为了这个台风来做准备 你看到超市卖场的货架 通通呢被抢购一空 包括要买这些叶菜类啊 生鲜肉品泡面等等 昨天呢 这个已经有人趁着周末呢去采买了 那看到店员呢还忙着补货 结账区人龙也是排到了商品货架区 每一台购物车大家都堆的满满的 好结账时间都要等10到15分钟 网友就发文说 全联是被抢劫了吗 真的有感受到台风的威力哦 因为看到所有的叶菜类通通被抢光了 那我们来看到台北市长蒋万 今天也主持了防灾整备会议 他说秉持着料敌从宽 欲敌从严的态度 如果发生任何紧急状况 都会及时来应对 一起来听 所以我们在今天上午EOC召开 各项整备会议 就特别请相关局处 加强各项的整备工作 一定要确实落实 持续秉持料敌从宽 欲敌从严 这样子的严正以待的态度 那至于大家关心是否停班课 我们一定会依据相关的规定 标准以及过去的惯例 重整评估 并且会跟基北北套四线市 持续沟通 那原则上都会在晚间的八点 会同步宣布 只要发布都长台风警报 我们就会请厂商 这个必要是随时 针对主要的干道 将所悬挂的国旗做拆除 一切一定是以安全 为最优先的考量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 更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我看你这边有什么事 我看你很能够的 是个人 你会有什么事 我看你解决的 你会有什么事 我看你这边有什么事 我看你会有什么事 我看你解决的